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俊亨 我今年踏入第五年初 加入了油麻地的新秀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好 我是凌音 我是一个花旦的粤剧演员 我加入了油麻地新秀计划已经十年了 其实我最初加入新秀 就希望可以学多些传统粤剧的程式 接着可以在油麻地、戏院、场地伙伴计划的摇览里面 可以多些演出机会 想学多些不同的角色 以及丰富自己舞台的经验 最大的得着就是可以从小时候看戏 看到一些老观 到现在学戏的时候 可以亲自问他们 其实是一种模型的幸福 从不同的总监身上 都学到很多舞台上的技巧 例如一些人物角色 究竟他的思想感情 你如何透过你的演绎 可以表达到 给观众知道 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而且唱和做方面都有很大的得着 其实最深刻的是 最初做戏的时候 就是做一个戏叫做池郎咒 是我很初很初的时候做的 但是那个戏就很不幸运我失了手 当时真的很害怕 但是到现在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当时做得不太好 都想和当时的总监 或者是当时的演出朋友 都说不好意思 在白兔会里面的李三娘 因为她的经历都很坎坷 要自己生个儿子出来 然后又养大她 尤其是我记得担水那一场 你要是很能够表达到她的辛酸和艱苦 我自己是任何的一样 亦都需要继续进步 因为每一个不同的年纪的自己 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得着 因为我譬如今天在这个年纪 吸收了前辈的教导的东西 你今天做和下次再做 已经有不同了 我觉得是把握现在和建立未来 会比较是我现在想做的事 其实都是要把握每次的演出机会 就努力点去研究一下 那个角色的人物性格 还有最重要是遇到不明白的时候 一定要问总监 对于现在的自己 其实一样是继续学习不同的剧目 不同的情细 还有可以快点再可以领略到 吸收到多些前辈或前人的戏曲的东西 不断学习 坚持努力 高山新业是一个我们很开心的喜讯和场地 因为为什么呢 当时是2014年我记得是刚成立的 是进去里面很大 很多化妆间 配套是硬件软件 我们都是这么开心的 高山剧场其实除了舞台大一点之外 就是那个化妆间 化妆间的空间和数量 都是比较完善一点的 所以我想演员在装身的时候 就会更加方便 还有舞台的灯光 各样的音响设备 都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的 每一个场地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把我们的戏曲 是带给观众 还有带给不同的角落 你还要留意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那个场地是比油麻地更加大 我们可以灵活运用的东西更加多 所以我们去到所有东西 所有动作走位 可能都是幅度是会比 之前我们在油麻地演出要大一点 还有要学会在舞台上的走位 在较大的空间 其实是很大分别的 要是去适应和习惯 还有观众的人数 就是座位亦比油麻地多 对于我们新秀来说 当然是非常之开心 因为可以给更多的观众朋友 有机会去认识我们 其实我都知道 观众朋友一直都很支持 我们油麻地新秀计划 他们不断都给很多鼓励的说话 叫我们要努力要加油 一定会买票来支持我们的演出 希望未来我们移私了去高山新翼演艺厅 一样得到这么多位观众朋友的爱护和支持 多谢大家